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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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市总台央视新闻频道 第三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 特别节目 夜风海运穷岛客来 此时此刻您看到的是 坐落于海口西海岸 滨海大道领海一线的 海南国际会展中心 从空中俯瞰 这栋白色的建筑 灵动飘逸与大海交相会应 作为海口独具特色的城市名片 海南国际会展中心 伴随着第三届消博会的盛大开幕 再次成为全球目光的焦点 今天是第三届消博会开馆的第二天 作为我国疫情防控平稳转断后 举办的首场重大国际性的展会 本届消博会的规模更胜以往 展览面积比上届增加了20% 吸引了来自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3100余个知名的品牌参展 有7个国家的政要 以及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 仅30家世界500强 获行业头部企业全球CEO线下参会 更有国内30个省区市交易团参展 采购商和专业观众 预计将会超过5万人 在展会期间 还将会举办百渔场论坛研讨 成果发布 贸易洽谈 投资推介等活动 本届消博会的参展国家和地区数 品牌数 以及采购商数等核心指标 均较前两届有了大幅的提升 向全世界释放出了 提振消费信心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强烈信号 每届消博会 新品首发首秀 都是最吸引人的亮点 那么值得一提的是 本届消博会 不仅有首发首秀首展 对于消费者来说 还有首长首剑和首饰 据初步统计 将会有超过300个品牌的 1000余款产品在本届消博会上首发首效 数量是比前两届是大幅的增加了 今天首场新品发布会 也是拉开了帷幕 究竟会有哪些新品亮相 我们马上来连线 正在现场的总台央视记者 陈希 陈希你好 快给我们介绍一下 新品发布会的情况 另外今天消博会 还有哪些活动值得关注 带我们去看一下 好的 妙然 叶峰海运穷岛克莱 带您领略 消博风采 此时此刻 我依然是在消博会的现场 首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我的具体位置 那么我现在是在 8号国货金品馆 首发首秀舞台的外侧 那么从今天开始到明天 一共是连续两天 从上午的9点开始 以半个小时为一个时段 一共有28个发布新品的主体 将带来128件新品 在这个首发首秀的舞台上 进行展示 今天上午我们也看了 一共是6家发布主体 带来了他们的新品 那么发布的品类就包含 包括像电子产品 家居 家电 万表等等 那么这6家的朋友 我们也了解了一下 有两家是新来 我们消博会的新朋友 还有是每一届都来的老伙伴 那么当中还有大家 非常耳熟能详的国货精品 比如说像华为 那么华为它就带来了 轻盈趁手 可以四取折叠机身的新品手机 也有大家慢慢认知的洋品牌 比如说具有封闭式加热系统 能够释放超高压蒸汽的 德国卡赫蒸汽清洁机等等 那么老朋友是年连光顾 那么新朋友也是抢先登场 那么中间我们也问了 为什么要选择首发首秀 集中的舞台进行展示呢 今天下午一个要登上 这个首发首秀的展商 跟我聊起来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 他说首发首秀集中发布的形式 是去年出现在消博会上的 去年他们带来了新品 参加了首发首秀的活动 后来就发现 得到了媒体很多的关注 很多消费者 在看到他们心仪的商品之后 就第一时间去到了展位 去体验和感受 那么就更多的增加了 消费者了解展品的途径 所以今年他们又一次 带着新品来了 那么同时呢 我们也知道 其实首发首秀 只是其中的一种新品 发布的形式 我们也粗略地算了一下 大概呢 有三百多个品牌 一共有一千多种商品 在消博会呢 在展位上进行一些发布 那么除了首发首秀 值得大家关注之外呢 今天上午呢 还有一个论坛 也和大家见面了 那么这个论坛呢 叫做海咖新业态论坛 那么这场论坛的主题呢 是促进海南 咖啡产业发展 加快咖啡企业布局海南 其实海南呀 咖啡种植它的加工历史悠久 在自贸港建设的新时代背景之下 海南利用自贸港 零关税 低税率 以及离岛免税等 特殊优惠的税收政策 和贸易投资的自由便利的条件 海南未来也会打造 中国国际咖啡贸易的主要通道 那么正是有了这些好的政策呢 所以我们的肖伯会呢 也吸引了世界各地的著名的消费的咖啡品牌 来到了我们肖伯会的现场 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 比如说像巴西的伊斯咖啡 包括像亚买加的咖啡 包括印尼的火船咖啡等等 那我们也了解到啊 印尼的火船咖啡呢 在我们海南还落地了 除了在我们当地开了咖啡馆之外呢 还会在咖啡贸易领域啊 展开更多的交流和合作 那么说完这个之后呢 再给大家来预报一场论坛 就是可持续消费的高峰论坛 其实我们在采访当中也发现啊 可持续消费的这种形式呢 和这种理念 也落实到了很多展商 他们在展品的布城当中 给大家来举个例子 比如说像雀巢 很有意思的是啊 我发现雀巢他们呢 就是会从这个胶囊咖啡当中 提取再生旅 然后呢会制作像滑板 球鞋 这些产品的一些重要的部件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出啊 可持续消费的方式 包括循环经济 已经落实到大家生活的各个方面 好的妙然 此时此刻我在销博会现场了解的情况 就是这样 把时间交还演播室 好的 陈希 以上是陈希从新品发布给我们带来的最新消息 那么此时此刻呢 我们还有一路总台央视记者谷俊领 正在销博会的一号馆 那里呢国际参展商是比较多的 那么今年都带来了哪些新产品呢 俊领你好 接下来就带我们一起去逛一逛一号馆吧 好的 刚才呢我已经替大伙先逛了一圈了 我大致归纳一下整个一号馆的产品呢 主要是健康休闲运动以及科技类的产品 比方说像我身后这款脱挂式的房车呢 就吸引了很多人的兴趣 我们进来看一下 这里边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啊 大家可以看到它分为洞进两个区 这边呢就是这个洞区了 就是客厅 大家可以看到一家人围在这里呢 打打牌啊 吃吃饭啊都是没问题的 这个桌面呢是可以下降到和这个座椅面一样高的 这样人多的时候呢 它就变成一张大床了 也可以用来睡人 我们再来看这中间的部分 这是厨房的区域了 这里有洗菜池 还有这个燃气罩 这里橱柜啊抽屉啊准备的都很齐全 大家再看这个里边这个禁区 也就是卧室区了 这里有一个1.5米宽 大概将近两米长的这样一个床 即便是两个人睡呢 也不会显得太拥挤 我觉得特别惊讶的是 这么小的空间啊 这么有限的空间里 居然还能有一个干湿分离的卫生间 有独立的淋浴房 我们再看这边 我觉得这个空间溜的很好 就是在这儿呢 既能挡住这个床的私密感呢 同时它也是一个冰箱 好 我们再到这个外边来看一看 从这个外边来看呢 这个车它实际上是一个无动力的脱挂房车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 有一个脱斗 那么像这样一个房车呢 它不是一个独立的领域 它是带动了很多其他相关的产业 比方说像这个制造业啊 还有这个材料行业 那么像这样一个车需要多大的车才能拉动它呢 我们来请教一下 那么像这款无动力脱挂房车呢 只需要1.6以上排量的车就可以 普通家庭的车都是可以使用的 而且呢跟着咱们海南自贸港的推进 这款车已经享受了零关税的优惠政策 优惠完的价格直降四分之一 性价比超高 真是很有吸引力 好 谢谢您 好 我们再往这边来 这个实际上在这个1号的展馆里呢 除了像这样脱挂房车之外 同属于这个休闲运动类的呢 还有水上运动啊 低空飞行啊 马术啊 公路自行车等等 那么我们常说这个健康和休闲 这两个产业是不分家的 那么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呢 都感觉到会有不同程度的 这个睡眠障碍 那么上一届消博会 就参加的这个睡眠小屋呢 本届又带来了首发的新品 那么工作人员告诉我呢 这次他们带来了这个全球首套 数字健康睡眠系统 就是这个透明的小房子 可以让大家这个参展的观众 来体验一下 我们请来看一下 您好 咱们这个系统 睡眠系统是怎么运作的 那这个系统的话 它其实通过人的 掩耳鼻喉声音型 它的感官的综合影响的 一套睡眠系统 比如说我们的 舒曼波抗氧机 还有我们的曼波睡眠机 它是通过和人脑相近的 这样一个频率的一种 核电粒子波 使我们的大脑 可以从兴奋快速达到 平静的状态 进而缓解我们的焦虑 有助于入眠 我看到这有个屏幕上 有些波形 它说明什么 那这个呢 是通过我们的传感器 那这个传感器呢 可以实时地去监测到 我们整个的 睡眠的一个数据 比如说 你的浅眠的时间是怎么样 比如说 您的做梦的时间怎么样 还有深度睡眠的一个时长 从而让我们快速地 调节我们睡眠的一个周期 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 好的 谢谢您 好 那么有一个良好的睡眠呢 就是等于给我们这个健康加分了 在整个这个展厅里呢 如果要说到对一号展馆最熟悉的人呢 那肯定是一号馆的馆长了 我们来请教一下 张馆长 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整个这个展馆的情况 好的 一号馆分为旅居生活和服务消费展区 共计35家企业 390多个参展品牌 涉及意大利 法国 德国 日本 新加坡等11个国家和地区 相比于去年 展商50%以上是连续参展的品牌企业 展商将会带来200多个新品 相比去年增长70% 展商的类别会比较丰富 涵盖汽车 消费电子 以及休闲运动等 来到一号馆 你可以找到户外骑行的乐趣 也可以体验高端电子设备所带来的电子经济的刺激 也可以感受到新能源科技的震撼 欢迎大家关注 好的 谢谢张馆长 那么 整个这个一号馆的情况呢 我们先介绍到这 接下来几天呢 我和我的同事们会继续为大家介绍我们消费会的新品和精品 那么一号馆的情况先是这样 妙然 好的 刚刚呢 是郡岭带我们逛了逛一号馆 那本届消费会的展览总面积 已经达到了12万平方米 分为八大展馆 共有来自65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3100个精品品牌参展 那如何才能在这些海量的全球好货当中 快速找到自己最感兴趣的商品 在这儿为大家准备了一份逛展指南 请您查收 本届消费会共设置八大展馆 一号馆为旅居生活展区服务消费展区 和旅游相关的高端品牌汽车房车 游艇 户外运动装备和智能科技产品 在这里精彩亮相 八个展馆中哪个展馆最闪亮 一定是二号馆时尚精品展区 密集展示各类服饰香包 鞋缕珠宝 首饰腕表等时尚新宠 三号馆吹响了吃货们的集结号 在高端食品保健品展区内 世界知名美食品牌精品会萃 还有美食餐吧 咖啡试饮 限量版典藏精酿等您来品尝 四号馆为时尚生活展区 国际综合展区 在这里可以开启一场美妙的环球购物之旅 走遍法国凯旋门 荷兰风车 意大利比萨斜塔等等 您还可以沉浸式体验东南亚集市 品尝马来西亚的咖啡 印度尼西亚的燕窝 韩式料理 再与瑞士奶牛 在宜人的高山草店前合影 还有机会品尝主宾国意大利的 特色红酒和咖啡 五号馆时尚生活展区 历年都是人气最旺 不仅能在这里邂逅国际大牌 包含腕表 珠宝 服饰 香化 家居等多个国际新潮品类 还有很多销博会特别设计的隐藏款 六号馆集中了跨境电商 免税店等 还融合多种数字影像技术 让买全球卖全球的蓝图 得到了完美展现 七号馆为国内省市自治区展区 八号馆为国货精品展区 可以一馆买全国 消费者只需要在七八号馆 就可以买遍中国好物 保藏国货 通过近三年的实践 销博会已经成为展现 中国大市场的一个重要窗口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 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 2022至2035年中就提到 我国最终消费支出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已经连续11年 保持在50%以上 2022年 内需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高达82.9% 可以看到国内消费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十年来我国消费结构优化升级 发展型享受型消费日益提升 我们举几个例子 从交通通信支出来看 十年间全国居民人均交通通信支出 增长了117.5% 教育文化娱乐支出 比十年前增长了106% 而从整体的比重来看 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比也是逐步提高 2021年 全国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 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44.2% 专家预计到2025年 服务性消费占比有望会提升到50%左右 带来10万亿元左右的新增消费市场 我们看到在这个消费提制升级的带动之下 中国大市场也是呈现出了一些新的特点 那消博会的举办又将会从哪些方面 进一步助力激发消费活力呢 今天的特别节目 我们也请到了海南省开放型经济研究院的院长 李世杰先生 来与我们共同的探讨这个话题 李院长您好 欢迎您 主持人好 全国的国家朋友们大家好 那您看当下这个推动消费加快恢复 已经成为了经济的一个主要拉动力 尤其是今年的全国两会上 政府工作报告就明确提出 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一个优先位置 那商务部就更直接了 就定今年是消费提振年 其实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 第三届消博会的举办可以说是恰逢其时 那您觉得这一次消博会 对于我国这个拉动消费 并且促进国内循环会起到哪些积极的影响 本次消博会 包括消博会 这连续三年的举办 汇聚了全球的优质的消费品牌资源 这些品牌资源在海南汇聚 实际上是为全国的这样一个消费信息的提振 为消费业态的培育 是赋能并且为进一步的国内的工程度改革 来提供支撑 那么我注意到 这次消博会有来自65个国家的 3000亿个品牌商来参展 那么特别是游艇行业领域里面 有65个头部品牌 大概有150多艘 游艇在这里参展 那么这里能看得出来这些品牌的汇聚 并且通过在海南消博会的参展展销 那么引流到国内 为国内的消费者享受多样化的高端化的商品 提供这样一个渠道和提供付能 那么另外的话呢 我也注意到这次消博会实际上还有很多的服务 服务型消费也进入到海南 那么通过消博会这个平台进入海南 新加坡的莱福市 离医疗集团 他们在海南消博会进行首秀 那么并且的话呢 我也注意到前一段时间 莱福市集团已经在海南落地 并且在博欧乐城医疗研究区开业 那么包括像莱福市这样的企业 来到海南消博会来去参展 并且在海南落户实际上也是为这个服务的 服务领域的这样一个业态 这个提供这样一个赋能 为国内服务业的培育 那么来去引流 来去注入新的活力 那么再者的话呢 这个消博会其实也是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 建设的一个重要抓手 那么我特别注意到 这个在消博会期间 还会配套举行一系列 覆盖吃猪型游户鱼的 这个全流程的这样一些这个新的活动 比如说时装展 时装秀 包括美食节 包括这个穷州家宴等等 这一系列的这样一些活动 那么这些活动的话 其实充分诠释了 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的产业态内容 那么同时的话 也是为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赋能 那实际上的话呢 整个的这个我们这个消博会 其实的话呢 让海南不只是成为 全国人民旅游消费的旅游度假的 这样一个货花园 也成为14亿人消费者 这个来海南享受高端消费 高端的这个商品 高端的服务的这样一个 消费地和度假天堂 是的确是这样 所以呢就是简而言之 一句话 欢迎大家来我们这个后花园 来逛一逛 到我们这个购物天堂来买一买 的确是消费心则经济心 消费活则经济活 消博会折射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 一个十足活力 同时呢也更为各国消费精品 销往全球搭建了一个桥梁 中国海口碧海蓝天云翻点点 那么此时的意大利米兰 同样也是春意盎然 本届消博会也邀请了意大利 作为主兵国参展 而意大利呢也共携147个品牌亮相 展览总面积约1800平方米 它的品牌数量和展览面积 均比第二届消博会增加了一倍以上 那更加值得一提的是 今天还是意大利官方首次组团 参展消博会 也是第一次在消博会现场 设立意大利国家馆 当海口对话米兰 这种中意组合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我们一起到设立在消博会 二号掌管的意大利国家馆 去看一看 意大利国家馆已经揭开神秘的面纱 和其他国家馆不一样的是 在这里你可以通过这样 三百六十度的全景影像 来沉浸式地感受 琳琅满目的意大利制造 和浪漫的意大利风情 这样的设计 也是希望传递出一个信息 意大利的消费精品 只根于多彩的意大利自然文化 这个外形简约以超大号屏幕 作为外立面的意大利国家馆 由意大利对外贸易委员会 与相关行业协会合作设立 紧挨着意大利国家馆的是 意大利企业馆 集中了中国意大利商会的一些 小而美的企业 与往年不一样的是 今年意大利政府机构和民间组织 亲手共赴消博盛会 参展阵容堪称豪华 147个品牌参展 展览总面积达到 约1800平方米 都比上届增加了一倍左右 消博会是国外产品 进入中国市场的最佳平台之一 意大利企业界对中国经济充满信心 因此我们希望扎根中国市场 接下来几个月 我们会推进1000万欧元的 一系列推广活动 增加我们在这个超级市场里的影响力 对于不少意大利品牌来说 在今年他们首次扣开消博会的大门 来自意大利本土的这家摩托车企业 因为疫情原因错过前两届 终于在第三届消博会时 带着自己的旗舰产品 如愿来到现场 消博会也是这家企业 在今年参加的第一个国际性展会 这家企业的中国区一把手 白鲁易也是首次来到消博会 他亲自参与展台布置 协调中外采购商的接待方案 你真的可以感受到展会 现场闪闪发光的氛围 大家都很有活力 展会组织得很好 每个细节都做得很好 我觉得这些都是消费市场 加快恢复的积极信号 白鲁易告诉记者一个细节 就在这届消博会开幕的时候 他正式启用了白鲁易 这个中文名字用于商务交流 之所以取这个中文名字 是因为喜欢这三个汉字的飘逸和平顺 为了进一步拥抱中国市场 白鲁易最新透露 他所在的意大利摩托车企业 正在不断探索电动摩托车 以此跟上中国消费市场绿色转型升级的步伐 此外还有不到十天的时间 他们就将在中国市场 揭幕一款限量版合作车型 未来这样的首发首秀会越来越多 眼下我们正在联手45家经销商合作伙伴 来扩大中国市场的产品和服务覆盖 并且持续扩大我们的经销商网络 我们对未来非常乐观 我们非常有信心在中国发展 中国的大市场也是世界的大机遇 我们有理由相信 包括意大利 也包括所有来参加消博会的国家 一定能够通过这个广阔而开放的平台 找到更多的商机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 2022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达到42.07万亿元人民币 首次突破了40万亿元人民币大关 规模再创历史新高 我国已经连续六年保持了 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国的地位 那李院长在您看来 这个消博会作为一个买全球 卖全球的全球公共服务平台 对于我们促进外贸经济的增长 畅通国际循环会怎么样加一把火呢 消博会实际上是中国内外双循环的 这个平台的一部分 那么通过这样一个平台 消博会作为平台载体 境外的优质的品牌资源进入到国内 我注意到这次消博会里边 有很多国际上的巨头的 包括500强的企业 还有行业巨头的 他们的CEO都到线下参展 那么据统计 大概有2000多位来自全球的 这样一个采购商 到线下来参会寻找强谈机会 覆盖了很多领域 包括商贸 包括商贸 电子商务 包括免生产品等等这些领域 那么这些采购商 还有我们本土的供应商 包括来自全球的供应商 在海南来汇聚 他们同台交流 在一起恰商合作机会 实际上是能够建立起 相对稳定的这样一个商贸合作 和销售渠道的联系 那么这种联系 实际上是有助于本土企业 和国际巨头 能够形成一个 在这个配套领域 在商业配套领域里边的合作 包括在供销领域的合作 实际上是有助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 那么这是第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我也注意到 这次的消博会 实际上是提供了国内企业 和国际企业同台竞技的 这么一个平台 很多的国际的 很多国内的 来自全国各地 30多个省份的 省市自治区的这样一些 这像一些知名品牌 品牌商 他们也到海南来 也到参加消博会 带来他们最新的产品 那么包括像老凤翔 骗仔黄 包括喀塔讯飞 等等这样一些老字号 或者消费品牌的品牌商 他们到海南来和境外的品牌商 进行同胎竞技 实际上是有助于激发 我们国内企业的这样一个创新活力 也有助于国内企业的产品 能够形成国际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那么其实包括海南的很多的品牌 也在这次亮相 实际上也是海南的企业 向全世界展示 海南本土的产品品牌商的这么一个机会 那么此外的话 其实我们这个消博会 它叠加了自博港政策 是有助于海南两个总部基地的打造 因为我注意到 这次来的很多的跨国巨头 他们在海南实际上有些陆陆续 要探讨要设立营销总部 或者是区域总部 那么这些总部 他们可以借着消博会的政策契机 来去了解自博港政策 来去用好自博港政策 那么这个过程中的话 实际上是帮助了我们境外的企业 能够低成本地进入国内市场 那么他们利用好海南的原产地源 原产地规则的话 可以以更低的成本 零关系的方式进入国内市场 而我们本土的企业 我们本土的专精特新的企业 他们也可以借这个平台 来展示自己的这样一个产品的魅力 和这样一个产品的这种优势 那么同时的话 它也借助海南来去布局全球 那么从而让海南成为一个 内外双循环的交汇点 那么实际上这是一个 我觉得对于海南而言 是一个打建 两个总部基地的这么一个契机 那么这个消博会实际上 是一个很好的抓手 也是一个桥梁 其实我在逛展的过程当中 感觉到很多的国外的参展商 是非常积极地想要参与到 我们中国经济方方面面的发展当中 而且我们其实也很乐于 与世界来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 那您看这个首届消博会的主题 我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 叫做开放中国海南先行 那第二届和第三届的主题 都是共享开放机遇 共创美好生活 您发现没有 这三届消博会都有一个 共同的关键词 就是开放 那对于这个您怎么解读呢 开放一直是海南自贸港的 核心的关键词 那自然也是海南举办 消博会的关键词 那么消博会其实是一个 海南集中展现全方面全运流 开放的这么一个窗口 那么通过本次消博会 我们也注意到 是吧 来自于全世界各国的 这样一个知名的品牌商 到这里来 来展销他们最新的商品 而这些商品 很多都是以零关税的方式来销售 那么以零关税的方式来销售 实际上是为什么 是为海南自贸港全到封关以后的 零关税做预演 那么通过这样预演 实际上是一个什么 实际上是一个我们自贸港 现实的一个体现 那么这是一方面 那另外一方面的话 我注意到这次消博会里边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 就是这个消博会里展销了 包括医疗 康养 包括这个水上运动 地空飞行等 这样一些领域的产品加服务 它不只是产品 产品加服务的新模式 这种新的展销模式 实际上也是海南自贸港 践行服务贸易开放的 这么一个集中体现 那么再次的话我想 因为这次我们的消博会 实际上是把很多国外的 这个跨境购物的场景 移到海南来 自然结算的话 我们是由人民币来结算 那么通过这种方式 实际上也是什么 也是一个我们在海南新增了一个 人民币跨境支付和跨境结算的 这么一个新的增长点 这也有助于稳定全世界的客商 对于海南 对于中国的人民币国际化的 这么一个信念和信心 那么这些我觉得都是 集中体现了开放的特征 那总之的话海南自贸港作为中国全领域开放的新高地 它是中国向世界展示对外开放的一个窗口 那么这也生动体现了 或者说我们践行了中国关于坚定支持全球化的承诺 和中国愿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红利的这样一个愿景 而萧博会就是这个中国方案 中国愿景 那么中国承诺的一个生动的诠释和这个具体的事件 的确是这样 我相信随着这个开放大门越来越开 也乘着我们萧博会的东风 这种区域经贸的发展一定会从中得到更多的启发 并且迸发出更多的活力 我们再次感谢李院长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做客 那萧博会已经是连续三年举办了 本届萧博会超过七成的品牌也是多次参展 三年间参展商坚定的奔赴 也带来了展台上商品的不断迭代唤新 看到了世界需要中国市场 开关首日 记者在嘻嘻嚷嚷的展会现场发现 有一个面积仅30多平方米的小展台 在12万平方米的展厅中看起来并不起眼 它没有陈列丰富多彩的展品 也没有掩饰炫酷吸睛的科技 但仍然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 这是一家从事全球综合性物流的日本企业 作为物流服务配套供应商 第二次来参展的NX国际物流 在中国发现了新的商机 推动制定了新的国际合作战略 在全球范围内供应链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 销博会不光是企业和消费者之间联动的平台 更为全球各行业投步企业 提供了一次面对面对话交流的机会 我们对此充满期待 桑田加树告诉记者 中国是NX国际物流最大的市场之一 在海南2025年零关税等各种优惠政策的支持下 中日间的物流合作正在日新月异的飞速发展 去年他们借助消博会的袭击 设立了海南事务所 今年他们积极响应 中国在国际物流方面的需求 加速发展海南岛内保税区仓储业务 开展碳中和达成等更多社会贡献活动 如今消博会的举行 无疑是给我们广大参展企业注入了一记强行针 极大的鼓舞了企业对市场的信心 来年是参加吗 是的 绝对会参加 今年是第三届 我们非常期待第四届会是怎样 明年让我们再次在海南相聚 叶峰海运穷岛客来 欢迎您继续收看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频道 第三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特别节目 今年的消博会 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 以及新疆生产介绍兵团 已经是连续三年全部参展 大连 宁波 厦门 深圳 青岛 五个计划单列市也是全部聚集 那本届消博会省区市展区 作为提振国内消费市场的助推器 为各省区市参展企业 提供了全球展示的舞台和闪耀的秀场 而各地也是纷纷将自己高薪特优的消费精品 搬上了消博会的展台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到各地的展馆去逛一逛 相比前两届的消博会 今年江西馆无论是展区面积 还是参展的产品数量 全部都有一个大幅度的提升 可以说是尽情展示了 江西的优势产业和独特的味道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您的米粉 好 谢谢 刚刚几位老表告诉我说 不管你走到哪 但只要是搜上一口正宗地道的江西米粉 你就能找到故乡 在本届消博会上 这已经是江西第二次组织米粉生产链上的企业 抱团感激集体亮相了 江西作为全国重要的米粉生产基地 每年生产的米粉超过170万吨 全国出口海外的米粉60%以上都来自江西 那与上一届不同 本届展会企业直接把江西味道端到了展台上 大家既可以近距离地观赏到一碗热气腾腾 并且顺口弹牙的米粉是如何烹饪出来的 同时还可以在现场直接品尝 那江西米粉种味众多 干 湿 粗细 五股杂粮应有尽有 光是听名字就能令你眼花缭乱 所以制作方法也是各有千秋 可炒 可煮 可拌 可蒸 可炸 口味极其丰富 可谓是香香有米粉 线线不同味 另外呢 本届参展商还瞄准 预制菜和米粉素食产业这两个赛道 带来了多款针对于年轻人消费习惯设计的 米粉素食浴包装产品 除此之外呢 借助米粉的这样一个小窗口 江西展厅还特别的展示出了十大干菜 你像四星望月 莲花雪鸭 还有这个梨蒿炒腊肉等等啊 干菜的原材料也大多产自于本地 如今呢 通过萧博会的平台 让更多大自然孕育出的特产好物 能够走出深山 走出江西 走到国际消费的前沿 另外 作为精挑细选参展的江西好物当中 还有不少干位十足并且紧跟潮流的产品 在我手边的这个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夏布秀 夏布秀其实是以其秀布材质命名的刺秀 那什么是夏布呢 其实夏布就是我们熟悉的筑麻 而江西就盛产优质筑麻 夏布秀就是在麻布上进行的刺秀 夏布秀历史悠久 是江西的代表秀种 也是国家级非移代表性项目 目前夏布秀的产品仍然在生活中很常见 有着很大的消费市场 你看我们与网接不同啊 这次特别带来了夏布秀的这个数码产品系列 你看它不仅有照明的这个功能 还有放音乐的咱们的音箱 那你如果手机没电了还可以充电呢 所以呢咱们的飞移啊 它实际上本身源于生活 然后流传于民间 它本不应该是深藏在深龟中的阳春白雪 应该成为我们消费市场 成为我们生活 特别是年轻人喜欢的这种消费品 除此之外呢 本届肖博会还展出了同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 金属赞克工艺器皿 磁材竹编等等 而其中颇为亮眼的还要属景德镇的瓷器 既有既精湛又降薪毒蕴的彩色玲珑词 又有作为国理 方寸之间进现泱泱大国礼仪风范的国宴指定用词 还有暗藏设计巧思 为生活点缀无数妙趣的生活用词 本届肖博会江西综合展位面积达到660平方米突破历界 精选了50家品牌企业进行参展 预计展出消费精品1200余件 参展企业覆盖全省11个社区市 全部为本省自主生产的品牌 展示江西优势产业 不断释放经济新活力 好 从江西馆回来 接下来我们再到山西馆去逛一逛 据了解呢 今年山西有近100家企业 报名参加效果会 经过了层层筛选 最终是选出了28家企业代表 而他们呢 也都把自己的当家新品 带来了海南 我们赶紧去看一看 这里呢 就是山西的展区了 今年的效果会呢 山西展区一共是有300平的面积 包含酿造山西 品味山西 工艺山西 和制造山西四个部分 当然呢 这个展区里面 也有很多我们比较熟知的 像山西小杂粮这样的传统的农产品 当然 也有一些传统的老字号和科技产品 今天呢 在现场也有很多的产品是 首展首发 这一串翡翠钻石项链 就是第一次对社会亮相 相信我不说 很多朋友是看不出来的 像这一圈钻石呢 并不是天然的钻石 而是用石墨经过高温高压凝结而来的 因此呢 也被大家叫做人工钻石或者是培育钻石 那么这种工艺呢 是十分考验锻造能力 比如说 像我手上拿的这一个一克拉的钻石 需要一周左右的时间才能够完成 因为它纯度比较高 因此十分受到欢迎 除了像珠宝这样新奇特的产品 在山西展区内 传统的非遗产品同样受到参会者的关注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国四大名漆器之一的平遥推光漆器就是其中之一 平遥推光漆器以手掌推光和描金器一著称 具有漆面光洁 彩绘复力等特点 主要产品为屏风 衣柜 首饰霞等 今年相关企业带来了新制作的产品 其中大漆脱胎葫芦就是首展首发 像我们眼前的这个宝葫芦 就是这个平遥推光器的一个典型技术 一个是我们用的颜料都是矿日颜料 进行了几十次的这个推光 所以应该才形成了这种中国红 另外你再看一下这个它的化工 这化工都是由大师级的 我们这里边是还采取了这个描金技术 通过这么三届的连续参加销博会 达成了很多的意向 像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 我们觉得有了采购商的这种市场的推广 将来都很有信心 也很有发展 提到山西 很多人第一会想到老陈醋 本届的销博会 山西也是把自己的这块金字招牌 带到了现场 比如说像我旁边的这一款 有二十年的时间 它不但可以作为调味品 当然也可以来喝 我们来尝一下 什么感觉呢 还是有点酸 但是也有回甘 如果年轻人不喜欢这样的老陈醋的酸味 当然我们的生产企业也研发出了一些文创产品和延伸的产品 比如说像这一款 山西醋糕就很受年轻人的喜爱 用十年的老陈醋作为机制 与红枣 沙极 枸杞等鲜果一起蒸煮 打浆 搅拌 再经过模具的压制 晒干 制作出沙极醋糕 枸杞醋糕等多种口味的醋糕 尝上一口 醋香混合着鲜果的甜香 口感还十分有嚼劲 吃上一块开胃解腻 深受欢迎 这样的开发创新 让传统老字号产品焕发出新的活力 那么这一次肖伯会的特别节目 我们每天都会请到不同省份的肖伯带队人 来直播带货自己的家乡特产 那今天在演播室 我们也非常荣幸地请到了四川省商务厅副厅长乔芳女士 欢迎乔厅长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乔厅长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做客 其实提到四川 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脑海当中很快就浮现了两样 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憨态可居的国宝大熊猫 还有一个就是那种鲜香麻辣 让人看了就流口水的川菜 但是大家都知道 我们四川是历史悠久 景色优美 尤其是这个物产特别的丰饶 就是好东西特别多 那今年来到肖伯会 我们四川都带来了哪些巴蜀好物 我们请厅长跟我们分享分享 好的 这次肖伯会也是我们疫情防控政策调整之后 首场国际性的展会 那么四川省精心准备 这次我们一共组织了42家企业 上百余种产品到现场 有我们传统的美酒 五粮叶 卢州老轿 建兰春 六朵金花都来到了现场 另外我们传统的一些茶叶 比如说竹叶青 蒙顶山茶 这些备受消费者的喜欢 同时我们高原的优质的毛鸟奶也来到了现场 还有我们的一些飞移的文化产品都参加了这个展览 另外就是我们这一次就在四川制造方面 我们也下了一些功夫 带了海陆空的组团来到现场 海是我们卢州生产的豪华游艇 陆是农泉生产的汽车 空是我们的无人机 这些也体现了现在四川制造的水平 那看来我们是具有这些传统好物 还有这个海陆空三剑客 那如果说这么多的好东西里面 就让您选一样来推介给我们 您会选哪个 在这些产品中呢 我最推荐的也最具有我们四川特点的 我觉得就是我们的三星堆的系列文创产品 我手中这个呢 是三星堆的一个重木戴冠面具 那么它是通过这个不锈钢的 玻璃钢的电镀工艺 这个工艺和冰敦敦是一样的 推广出来之后呢 深受年轻人的喜欢 它体现了传统和现代相结合的完美融合 你可以仔细看一下 对 它这个看起来非常的酷萌 因为我昨天在去这个四川馆看的时候 也注意到它了 大家还可以跟我来看一个细节 这是工作人员跟我讲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叫做星仔 星仔是有一个微微上扬的 25度的这么一个角度 看起来就有那种从古至今的 有一种仰望 仰望 但同时还是对这种未知 对于文明 对于幸福的一种向往 所以我觉得这样一个文创物品 摆在家里还是挺有意韵的 对 我们来看一看 对 除了这个星仔之外呢 三星堆也创造了系列的文创产品 比如说这个是太阳鸟的 太阳神鸟 对 它做的这个毛绒玩具 这个绿颜色也是现在流行色 深受年轻人的喜欢 另外呢 结合年轻人的消费习惯 我们也开发了这个三星堆的 盲盒产品 对 也有一点这个考古的感觉 自己打开 对 也有就是探索 是 有探索的这个元素在里面 那么虽然这些是小商品 但是呢 也有大市场 从今年开发以来 它这个一到二月份 它的销售额已经突破了上千万 所以我们对它的消费市场 还是充满期待的 是的 确是这样 你看这个四川的好东西 真的是很多 的确是天府之国 但同时呢 它也是一个消费大省 对 那今天听长既然来到我们演播室 就给我们来教一教我们这个 四川的消费家底 同时呢 我们四川在拉动消费这方面 都有哪些优势 也给我们介绍介绍 好的 我觉得四川的这个消费呢 就是从家体来说 我觉得可以用三个有来盖过 第一个呢 就是有市场 四川它的人口有9100万人 这是一个庞大的消费市场 同时呢 它也可以辐射就是中西部5亿人口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四川的一个优势 从今年一到二月份社效林的数据来看 我们同比增长了是6.8% 这个增幅呢 也比全国多了3.3个百分点 我觉得这个是市场优势 第二个呢 是有资源 我们四川呢 它有这个著名的这个美景 就是三九大 三星堆 九寨都大熊猫 同时呢 四川也有美食 就吸引了很多游客 我们的川菜是一菜一味 百菜百隔 我觉得麻辣鲜香啊 很能代表四川的特点 另外呢 四川也是一个 偏南方的一个城市 那么它一年四季的气温也比较适宜 那么我们的业经济也非常丰富 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四川 丰富的这个消费资源 那么第三个方面呢 我觉得四川有这个消费的环境 那么怎么这么说呢 我觉得从三个因素来看 就是我们的人流 物流 还有资金流 都能够体现 那么四川是全国 特别是首会城市成都 是全国第三个有双国际机场的城市 那么去年呢 我们的客流量 也是超过了三千万人次 在全国的机场里边排位第一 那么从物流来看呢 我们去年货物进出口 首支突破万亿人民币 卖上万亿元的大关 同时我们的中欧班列 也开行超过一万次 这个也体现了我们经济的一个繁荣度 第三个呢 从资金流来看 四川这几年招商引资 做得非常不错 我理解啊 资金走向哪里 消费就会跟向哪里 的确是这样 跟乔厅长聊了这么多 我想观众朋友们 肯定也已经是迫不及待地 想要到我们的四川展馆 去转一转了 那接下来就让记者 带着我们大家 一起到萧博会的六号馆 在四川省的展区 详细地看一看 来自天府之国的国货精品 残从吉余福 开国何茫然 尔来四万八千岁 不与秦在通人烟 唐昌诗人李白的蜀道南 为古蜀历史抹上了一层 浓郁的神秘色彩 那直到三星堆考古的重要发现 古蜀国文明的神秘面纱 才被逐步揭开 那提到火遍全球的三星堆文化 您会想到什么呢 是夸张的纵目面具 高大的青铜丽人 还是奇特的通天神术 那我现在所在的四川主题展馆呢 就展出了一系列三星堆的文创产品 您看呢 这边呢是有三星堆的星载 以及盲盒 还有这边的摆件 这些呢都是基于三星堆文物的形象 以及巴蜀民俗文化所设计出来的 一些文创产品 那这些产品呢 是在最大限度地保留了 文物特色的基础之上呢 又增加了一些呆萌可爱的元素 是对传统文化的非常巧妙的推广传播 文创出圈 文物圈粉 归根结底呢 是为了能让文化入脑入心 更好的传承下去 看完了千年之前的三星堆 让我们穿越回现代来看一看 通过不断运动 让自己的身体和心灵 拥有一个非常健康的状态 从而去更好地享受生活 我想这是每一个人的心愿 但是对于很多上班族来说 要想抽出时间到健身房去锻炼 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 那我身旁的这款智能 魔镜呢 就可以帮您来解决这一问题 那大家呢 只需要通过手机来操作 就可以在这边轻松地开启运动了 那现在呢 我就和这边的AI教练 一起做一做运动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屏幕上是显示了超赞 说明我刚才这个动作 做的还是可以的 那这个AI智能魔镜呢 它是存储了很多专业的课程 可以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 运动完之后 来一杯生津解渴的亚安藏茶 是再惊意不过了 亚安藏茶是中国黑茶的典型代表 历史文化悠久 因产于亚安数千年来呢 主要销往西藏青海等地 那一条源于亚安的川藏茶马古道 将亚安藏茶源源不断地输入藏区 深受当地人的喜爱 那当地人有一句话叫做 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 那么亚安藏茶到底好在哪 又有什么特点呢 我们请现场的工作员 给我们介绍一下 你好 你好 亚安藏茶的话 它主要是制作工艺非常的复杂 它一共有着五大工序 32道工艺 在2008年的时候呢 亚安藏茶也被列入了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它的特色的话就是红浓醇醇 我接下来给您倒一杯 您试一下 好 谢谢 这个颜色确实是红色 那喝起来还是挺醇厚的 而且有一种清新的味道 对的 这个酱茶的话 喝下去不仅不会让您失眠 反而会帮您助眠 并且的话它可以消枝解腻 所以说是一款非常健康的茶叶 是的 在消博会上我们经常能够发现一些非常有趣的现象 胡宇金隔空对话 科技与文化交融碰撞 那正如本届消博会的主题 共享开放机遇 共创美好生活所说 正是由于科技文化与开放发展的巧妙融合 这场美美与共的消博之约 势必会构筑出更加美好的生活新图景 这小小200多瓶的展厅 自然是远远无法穷尽四川的精品好物 那就要想真正的去领略一下天府之国的魅力 我觉得最好的方式还是要融入那里 打打麻将 喝喝茶 涮涮火锅 再看一看我们这个国内顶流的女明星 大熊猫花花 是吧 真正的去感受这种巴士的生活方式 那在下一步 我们四川对于这个拉动消费 还有哪些新方式 按照陈域双城经济权建设的规划 四川着力达到国际消费目的地 那么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着力 一个是出台一系列的政策 那么国家层面也出台了出消费的政策 那么我们省里结合四川的实际 我们今年年初也出台了五条真金白银的政策 另外我们省上也出台了 熟理安逸三品一创的促进消费的意见 加强了顶层设计 第二是培育一批消费场景 那么成都是手电集中的 比较集中的城市 那么去年有708家手电 陆户成都 太古里 IFS SKP 那么这些商圈 人潮如指 体现了我们消费新的动力 那么第三个方面 就是我们培育一批新的活动 那么今年我们围绕春夏秋冬 各个季节不同的特点 我们推出了系列活动 那么首先是以国际熊猫消费节为统领 各个市周分层及的开展各类促销活动 全年统计大概应该是超过2000场次以上 我们在活动的安排上做到积极有安排 月月有活动 常常都精彩 好 我们能够感受出来 这个四川已经做好了准备来迎接天下的宾棚 春风 邪暖意 四海聚宾棚 四月的海南是春夜盎然 八方来客 欢聚穷岛 共赴一场开放共赢之约 在这里 第三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 正在热情地张开双臂 与世界深情相拥 那明天恰逢海南自贸港建设五周年 见证这块中国对外开放的新高地 如何蓬勃兴体 在明天的13点 欢迎您继续收看总台央视新闻频道 第三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 特别节目 噎风海韵 穷岛克莱 好的 观众朋友们 再见 台湾海下南海东北部的浪区减弱消失 15号开始东海将先后出现两次大浪过程 今天到明天中午 台湾海峡 巴士海峡和南海东北部 有1.8到2.8米的中道大浪 其余海域 海况优良 浪高都在两米以下 大连海域有中浪 情况到天津和燕南海域是清浪 青岛日照连运港和上海海域是清浪 台州温州宁德海域有中浪 宁波海域是清浪 汕头海域有中浪 福州厦门和深圳海域都是清浪 防征港北海海口和三亚海域只有清浪 绝华岛圣斯列岛有中浪 长岛和连岛是清浪 南极岛 钓鱼岛 美洲岛和川山群岛都是中浪 维州岛 永兴岛 黄岩岛和永暑礁都只有清浪